輝輝手,熱氣走,共和堂桂零高 歡迎收看回首2003兩岸經緯 2003年是中國不平凡的一年 亦都是中國人經歷悲喜交集的一年 起的是中國自行研製的載人飛船神舟五號 載著中國第一位太空人楊利偉 順利完成中國人歷史性第一次太空之旅 一元幾千年的飛天夢 而悲的是一種民所未聞的致命傳染病 沙士出現在廣東 之後迅速蔓延到全國多的省份 香港、台灣、以至世界 全球的醫護人員在無先例可緩的情況之下 對抗這種致命的傳染病 一月廣東河原市出現傳染性高的疾病 持續一個月的時間 中山、廣州亦都相繼發現同樣病例 省衛生廳二月中召開記者會 只由去年12月開始 廣東發現305宗非典型肺炎病例 五個人死亡 這有什麼了不起的事情 就好像流感一樣 其後中國疾病預防中心指病原系醫原體 世衛就認定是由冠狀病毒引起的嚴重急性呼吸道疾病 沙士 廣東的疫情越來越嚴重 廣東省中醫院護士長葉恩殉職 是抗沙士戰鬥之中第一位犧牲的醫護人員 世衛專家就到廣東調查沙士的情況 在北京的記者會 衛生部長張文康公佈最新的疫情 說全國有1190宗病例 46個人死亡 其中廣東的感染人數佔絕大部分 40個人死亡 北京、山西、廣西、湖南、四川等 省市也有病例 但是強調中國已經有效控制沙士 到中國旅遊工作是安全的 死亡人數有所減少 疫情得到有效控制 但是北京301醫院退休醫生蔣彥永 後來發表公開信 指北京當局在3月兩會期間隱瞞疫情 受感染人數比官方公佈的多 廣東的專家治療小組組長鍾南山 也不同意張文康的說法 我們不要用控制這個字 control 不要用這個字 我覺得應該是不是比較客觀的 用有效的遏止 當時的北京市市長孟學龍 和張文康的說法差不多 外界就批評兩個人隱瞞疫情 4月中國家主席胡錦濤 和總理溫家寶 分別到廣東的疾病預防控制中心 和北京的醫院視察 要求做好沙士的防治 又認為有必要建設公共衛生事件 應急反應機制 中央設立20億元防治基金 成立全國防治指揮部 4月17日 胡錦濤在政治局會議 指示不准瞞報疫情 3日之後 北京公佈染病者達到300多人 承認之前說37人是統計不準確 指衛生部領導處理事件不力 部長張文康被設職 國務院副總理吳儀 臨毅授命兼任衛生部長 孟學農也避免去北京市長 由王岐山接替出任代市長 全國開始統一發佈疫情 並且每日通報 各個層面也實行措施防範疫症 全國多個省市都發現病例 4月中至4月底 北京疫情嚴峻 最高一日新增150多個病例 世衛向北京發出旅遊警告 為了加強防治非典 北京趕見專門醫院小湯山醫院 七日七夜奮戰喜好 倉客紀錄 第一批150多個病人順利入住 北京的中小學停課兩個星期 人民醫院要封閉 二千多個醫護人員和病人被隔離 是北京第一家被隔離的單位 之後有大學宿舍也要隔離控制 沙士蔓延全球 溫家寶道曼谷出席中國東盟 關於沙士的特別會議 通報中國疫情 吳儀亦都出席世界衛生大會 討論和交流防治工作 在各種隔離和防範措施之下 內地疫情逐漸受控 新增個案漸減 疫區陸續隨名 五月初開始 北京疫情也都回落 這一天世界衛生組織宣布撤銷對北京的旅遊警告 並且由疫區名單之中隨名 我們要把用鮮血換來的教訓 作為加強和改善今後工作的寶貴財富 北京是內地最後一個城市設疫區之名 台灣在三月中第一次發現沙士病例 一個台商由大陸回台之後發病 入住台大醫院 醫院一個醫生發病 之後陸續出現個案 衛生署公佈家居隔離措施 又實施入境旅客量體溫 台北市和平醫院爆發院內集體感染 幾天之後要封閉 二百幾個病人和九百幾個醫護人員被隔離 有人隔槍抗議 有人擅自逃走 幾天之內醫院有幾十人懷疑受感染 院長吳康文後來被免職 在疫情擴大之下 世衛向台北發出旅遊警告 其後將台灣列為疫區 直至七月 由疫區除名 台灣一共出現674宗沙士病例 84個人死亡 入冬之後台灣再發現一宗沙士個案 患者是一個軍方實驗室研究員 官方調查指他在實驗室處理 漏出沙士病毒的垃圾袋的時候受感染 中國人幾千年的飛天夢在今年十月 夢想成真 載著中國第一位太空人楊利偉的神舟五號飛船 首次載人航天飛行原本成功 是中國在攀登世界科技高峰徵程上的壯舉 同時對於推動中國科技發展 增強經濟和國防實力都有深遠的影響 五十三二一二一四飛 Iran 2003年10月15日 是中國人值得紀念的日子 在九穿衛星計画中資 長征2號F火箭 將載著中國第一個太空人 楊利偉的神舟5號飛船 送入太空 火箭衝上藍天 在戈壁大幕長空上的一團烈焰 標誌著中國人 展開第一次太空之旅 包括國家主席胡錦濤在內的 多位國家領導人 到了酒泉衛星發射中心 觀看今次的升空撞舉 長征2號F火箭 和神舟5號飛船 都是中國自行研製 大約十幾分鐘之後 神舟5號飛船 進入太空雨定軌道 中國人終於一元幾千年的 飛天夢 奧遊太空天際 遙望神舟大地 楊利偉和科研人員 軍方領導人和家人 展開一段歷史性的天地對話 從地面觀察 你狀態很好 各項生理指標正常 你自我感覺如何 自我感覺良好 完畢 明白 你辛苦了 你現在感覺怎麼樣 我感覺良好 謝謝首長的參加 我一定是 努力工作 往後的任務 滿身好 為我 在人民 要一份 滿意的答案 在太空看地球是不是很美 在太空看地球是不是很美 在太空發出和平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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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繞地球十四個鄉之後 返回仓在十月十六號清晨 安全降落在預定地點 內蒙古四子王旗 順利完成中國人歷史性的太空之旅 這個是中國人值得驕傲的日子 不要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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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人 不要急 我感覺非常良好 我們的飛船非常正常 我為祖國感到驕傲 好 祝賀你勝利返航 你完成了一項重大的歷史任務 祖國和人民感謝你 中國的航天事業進入一座新的里程碑 這項歷史性跨越的成就 令中國繼前蘇聯和美國之後 成為世界上第三個掌握送人 上太空科技的國家 是綜合國力的體現 不免引起國際間質疑 中國會參與太空軍備競賽 但北京就強調發展太空科技 只是會用作和平用途 神澤五號載人飛船 把我國首位航天員 成功送入浩瀚的太空 並安全返回 中國已成為世界上第三個 獨立掌握載人航天技術的國家 這是中國人民 在攀登世界科技高峰的增程上 完成的又一個偉大壯舉 是我國航天發展史上 崇利的又一座里程碑 也是中國人民 為世界航天事業做出的 又一個重要貢獻 日圓飛天夢舉國歡騰 讓李偉獲授予航天英雄的稱號 中央軍委主席江澤民 頒發航天公分獎章給他 而一批航天科研工作者 亦獲得嘉許 在中國首次載人飛行圓滿成功的背後 付出的是 數以千計航天工作者 幾十年的艱辛努力 和無私的付出 令中國航天事業得以再闖高峰 他們不應該被遺忘 民主席江澤民 為世界上禁止 兩年titrage 大陸 勢 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今晚11点 那晚喝了酒,打算可以 那晚喝了酒,真的不應該開車 被告走後駕駛,罪名成立 你看到什麼? 你已經死了,你應該在這裡出現 如果我告訴你 我是從六十年代回來這裡 我真正的身分是成名的父親 你信不信? 我可能是他 我怎麼來就怎麼走? 沒有他行不行? 我要回家市場 超越時空,超強真雍 Carol草本精華劇場 《指示孤仁萊》 再見了 約五、六、八、八點半要搜 我們終於回到2002年了 大家跟我去洗手吧 十秒了 至少十秒 為什麼? 徹底清潔,才可以減少疾病傳播 記得要抹乾淨對手 對,養成個人衛生習慣 洗乾淨對手 盡量摸眼、口和鼻 提高警覺,防疫抗炎 大帽集,幼稚良品堂鍋大帽集 款式多多,適合大人細陸哥 每包都給你意外驚喜 幼稚良品堂鍋大帽集 原價130,現在只是88 幼稚良品堂鍋大帽集 是你自家的選擇 民族之釀,東方紅 賤男春酒場出片 什麼?脫衣服吧 你抵不住他在做苦情戲嗎? 做戲就做戲,傑傑傑傑 你呀,不要吃東西這麼大聲 小聲點,可以嗎?給我來 你在這裡倒露嗎? 好,夠…帶他去 來 來 德國威勞士,鞏固健康生活 水亂靜白,越呼越精型剔透 雪如美靜白型彩面膜 風很大 你當我像巴士扶手那樣捉煞 是否安全好? 好 歡迎繼續收看,回首2003,兩岸經緯 鳳先生,在政治方面 今年最矚目的是國家領導層更替 胡錦濤出任國家主席 朱鎔基完成五年治國任務 溫家寶就以極高票 當選第六任國務院總理 十屆人大一次會議揭幕 在持續一分鐘的掌聲之中 朱鎔基宣讀任內最後一份政府工作報告 總結五年,經濟方面成績表 是平均每年7.7%的經濟增長 從勝利走向更大的勝利 在掌聲之中 朱鎔基完成五年治國任務 走下政治舞台 在新一屆國家領導層選舉之中 中共總書記胡錦濤 在江澤民手中接過國家主席職位 執層為國家為人民服務 不辜負各位代表 和全國各州人民的重拖 曾慶紅以87.5%的支持票 當選國家副主席 吳邦國當選全國人大委員長 江澤民就獲得超過九成票 留任國家軍委會主席 比五年前當選的時候低六個百分點 現在宣布 溫家寶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總理 溫家寶以百分之九十九點四極高票 成為第六任國務院總理 得票 得票甚至超過五年前 朱鎔基當選總理時的百分之九十八得票率 他強調任內將會致力提高農村生活水平 實現全面小康社會 兩岸和平統一 說不會辜負人民期望 又引臨則徐的詩表達自己為國為民的心意 苟立國家生死矣 請賀富必取之 當好中國的總理 不容易 人大選出溫家寶的內閣 四位副總理分別是黃谷 吳怡 曾培嚴 和回良玉 李兆星就出任外長 有分析指出 親一屆中央政府在國內 住立務實親民的風格 胡錦濤在七一的重要講話 就明確提出三個代表的本質 是立黨為公 執政為民 而有平民總理之稱的溫家寶 亦都有相同的作風 除了三日民間 亦都曾經看望愛知病人 胡錦濤就任國家主席以來首次出訪 第一個國家就到俄羅斯 深化兩國戰略協作伙伴關係 又在莫斯科出席上海合作組織 元首會晤 參加法國 埃維昂的南北領導人會議等等 體現中國新一屆領導集體參與國際事務 胡錦濤在埃維昂和美國總統 喬治布殊的會面 是外訪的重頭戲 兩個人十月在曼谷 亞太經合組織領導人非正式會議期間 再次會面 我們也願意通過對話 解決兩國當前經過當中存在的問題 美國之前一直施加壓力 要求人民幣升職 但是中美元首會晤之後 見記者的時候 並沒有提及這個問題 有分析就指 胡錦濤成功淡化人民幣的爭議 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年底第一次訪美 也都進一步加強中美關係 這句說話表達了對海峽兩岸問題的心境 和布殊會面在台灣問題上得到回應 我們反對台獨的立場 我們表示贊上 特別是他對台灣新出現的 在台獨的所謂各種名義的公投 所表示的立場 我非常讚賞 有人形容溫家寶始恆被外界留下的印象 是真誠 開明 從下車走近群眾 到在哈佛大學演講 總理溫家寶訪美曾經說不是打貿易戰 並且呼籲美國放寬對華高科技出口限制 為了舒緩美國的貿易逆測 中國今年到美國買了超過80億美元的美國貨 包括大豆 波音飛機 通用飛機 發動機 和汽車等等 兩國近期貿易磨擦不斷 美國要對中國電視機徵反傾銷稅 針織品進口有新配額 徵中國水管關稅 又對中國木家具反傾銷調查 北京就企圖淡化磨擦 總理溫家寶的美國之行 台灣問題是他和美國總統 喬治寶樹會談的焦點 主要的原因是台灣的立法院通過公投法 領導人陳水扁盛世提出 明年舉行防衛性公投 希望美國支持 北京指責他又搞企圖 進一步將台灣推向獨立的行動 百幾個在大陸的 台商協會會長和副會長 年底被邀請到北京 國家主席胡錦濤 在人民大會堂接見他們 今次是胡錦濤出任 中共中央對台領導小組組長以來 第一次和台商會面 亦是台灣的領導人陳水扁 提出要在明年3月 舉行防衛性公投以來 胡錦濤第一次公開對一群台灣人士 講到北京堅決反對台獨的立場 但我們堅決反對 任何形式的台獨分裂 絕不允許任何人以任何方式 把台灣從中國分裂 我深信 台灣城堡具有光榮的愛國主義城堡 是聲明大義的 一定會為祖國的和平統一 為中華民族的偉大振興 做出自己的貢獻 公民投票法 台灣修正通過 台灣的立法院在11月底 通過公投法 內容是以國民黨和親民黨 提出的條文為主題 制憲衷獨不得公投 有關國旗、國號 或者是領土變更事項 必須要在立法院經過修憲程序之後 再交由民眾進行復決 但是民進黨在貌程度上仍然取得勝利 立法院通過行政院提出的 防禦性公投條款 如果台灣受到外力威脅 令到主權可能有改變 總統得經行政院會的決議 就和台灣安全有關的事項 交付公投 領導人陳水扁誠勢提出 要在明年3月20日 舉行大選的同一日 舉辦防禦性公投 大家不要擔心 明年的3月20號 我們仍然可以進行公民投票 不能夠受到任何的外力 這個威脅 分析認為 陳水扁堅決要舉辦防禦性公投 他和春瑩的選情有關 陳水扁再搭檔女秀連各族連任 但是他的支持率遠不如上任初期 而國民黨和親民黨聯盟 連戰和宋楚瑜搭檔參與明年的大選 對陳水扁是有一定的威脅的 1月底的農曆新年 台灣華航和復興航空的客機 分別經香港和澳門飛抵上海 接載台商返回台灣倒催 實現歷史性的兩岸間接直航 是兩岸在三通問題上的歷史性突破 蔣介石夫人宋美玲 10月底在紐約逝世 享年106歲 海峽兩岸都對宋美玲的逝世自哀 熊貝 東水 東水 西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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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3年两岸经历了不同的大事 有悲有喜 大家对未来有一份期盼 希望明年两岸都会出现 更好的机遇和发展 节目时间差不多 多谢收睇 再会 一会将会播映 广州仪和山庄特让 回首2003财经要南